申请专情专一 对没有错 对我们最后名的申请专一 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你可以往以前 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忆 出轨前先回忆过去 就拒绝啊 好可惜喔 我一定给他 每周一晚上六点半 在闹大学的Youtube频道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到大张货店 我们会准备又香又甜商 介绍给大家 记得锁定我们 KOOBINEL大学的IG啦 OK 记得看喔 派上KOOBINEL大学的 大家好 阿喜喽喽 大家好 我是娜娜 我觉得这个身高 真的是 我还没有适应耶 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 第一次吗 对 第一次 对啊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福大 没错 今天天气很好 我们很好对不对 对 今天好热喔 不是 因为这个感觉会让我觉得 我像他妈妈的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 我刚才本来要说妈妈 那不好意思 是不是 我刚才讲过说 好坏 今天是脱鱼尴尬的事 你在恋爱中呢 会对其他人有好感 心动的感觉吗 我就会 你先说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如果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尤其是处女说很看感觉 对啊 感觉对了就去了 是这样的 就我应该还是会 回到之前那个人 会觉得那只是我冲动的选择 我会去思考后面 就是说我如果跟他 会不会有激情啊 或什么的 你会不会想说 哪个跟你比较合适 就哪一边比较合适 对啊 好啦 我们去问大学生啦 好啦 我们就去问他们 我们已经不是大学生了 烧肯 我们内心是大学生 对 好 哥哥 好吧 会想一下 就看哪个比较适合 也不会到嘴就是 相处看看 像朋友那样相处 没办法像朋友吧 既然喜欢的话 你说你是远离诱惑 对啊 因为关系 要重建也是很累 就算你今天不和你女朋友了 你还是会继续跟他在一起 应该是 什么星座 摩羯座 摩群头老人 那你不害怕 变成家人的感觉 变成那种心动 平淡的过生活 很幸福啊 摩羯男真的是爱家好男人 不会 特别做什么 你会不会想说 我跟这个新的有没有可能 比较一下 家庭背景 会不会养你 考虑到未来的东西 如果刚好 跟这个男朋友有吵架 我比较可以轻松的断开 会观察一阵子 确定他有 对我有好感慨 那你不会想去追他吗 不会 如果我真的跟这个对象 没办法继续了 可能已经没有心动的感觉 放他去找别人会更好 我是牺牲我自己耶 哈哈哈 我觉得还是会考虑一下 现在这个一定有一点感情基础 一点感情也有 对 如果要再一个新的也有点麻烦 我会继续保持聊天 哦 那你会跟现任分手吗 我觉得我会跟下一个在一起才会 我不会跟别的女生聊天啊 保持距离 有女朋友 然后她的人格特质是什么 不知道 专情啊 深情专情专一 对没有错 对我们座名这个深情专情专一 骗人 真的 你的笑容就很坏 真的啊 隔壁的女生哇靠超正 而且还跟你借比 没什么办 举手是好 但是借一下 聊个天也是不错的 每天就跟他问好吗 不会 那他命你你会回吗 会啊会啊会啊 还是会 别听同一堂课 我会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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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要看现任男友的表现 如果他现在就是对你有点忽忍忽忍 不怎么理你 那我觉得就是 可以趁这个机会 放神卡 感情真的很好 那就是跟另外一个男生 就是有点距离这样 我应该会维持 就是朋友关系中 想问反正让那个感觉消失吧 不然对自己的对象感觉不太好 那你要怎么让他消失 天呐 我不知道 就会很罪恶感吧 对 因为我还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就对别人生动 那所以你会怎么做 讲出来 可能就是小小的行动吧 谈恋爱之所以会稳定就是 可能你今天心情低落 然后随时有一个人 可以倾诉的那种感觉 你就会喜欢那一份稳定感 当然偶尔你会觉得不够新鲜 跟朋友出去玩一下 其实我觉得新鲜感就过去了 最后你还是会想要安定感 谁看到帅哥不行动 对啊 我每天都在心动耶 对啊 就把他当朋友而已 可能每一段感情 不一定是适合的嘛 试试看就知道适不适合啦 那就很对不起现任啦 哦 但是你可以先 本手之后再去跟这个女生 到时候他可能没有感觉啦 当作交一个朋友而已 我也有想想看 为什么自己会心动这样子 万一你想出来 就是觉得 诶 我跟你女朋友 会不会有可能是淡掉了 淡掉是个过程 每一人都应该会有这个过程 因为男生不会轻易放弃一段感情 真的耶 跟我想象不一样耶 但是如果你今天 跟你女朋友在一起 大概三年多了 但不适合 之后还是不会在一起 你什么星座 水瓶座 好符合他们哦 就是水瓶好像就这样子 已经感爱感喝了 那如果你们都很正常呢 那感觉真的要 那个男生真的超厉害 就是各方面都比过 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就是你们在一起一阵子了 但是却那种心动感觉 已经不见了 多多少少还是有啊 因为毕竟你们热恋期 都已经过了 但是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 你可以往你们以前 有没有什么好的回忆啊什么 出轨前先回忆过去 那我觉得还是平平稳稳的过 那你不会觉得 会不会其实已经太平了 已经就是感情 会不会已经淡掉了 那就分啊 赶快赶快赶快 就遇到了 没有什么感情的话 可能会先跟男朋友分手 然后再跟他看看 还没有马上就是先相处很安在 就是尽量避免单独相处吧 明确拒绝啊 我被想当渣男 啊你看 心动是蛮有可能 但是心动完 你自己的行为要控制 因为尽量不要跟他有其他接触 是怕自己再行动 你有男朋友没关系 我就等你分手 我会避开 你是什么星座 水瓶 诶 我们刚刚遇到一个水瓶说 他会马上跟他女朋友断绝关系 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保持距离 陪亲关系吗 还是你也舍不得陪亲 陪亲 陪亲 一定要陪亲 当朋友 对 当朋友就 大家心知肚明 没关系 反正你们迟早会分手 那我也没关系啊 换一个换一个 你看我就知道 所以你也是会选择 终于原本的女人 对 就朋友之间就好 不要过多 对 有好感 然后要追你了呢 那他可能去 没有啦 不要下班好吗 好啦 碰过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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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差不多了 地水给你 然后你就突然有心动感觉了 水就先拿 先喝水啦 就是问你会不会移情别恋啊 对啦 好啦 那我可能敲课吧 不知道怎么办啦 好啦 刚好逼而不打 没有耶 你朋友在看喔 保持距离啊 保持距离 对 是不是行动啊 可能会吧 我不知道啊 应该会 应该会 就是 仅限于这堂课吧 就当好 普通朋友这样吧 你有办法 只跟他 怎么可能 你一定是小乱乱撞啊 只跟他 你跟他慌了 他慌了 多去找男朋友吧 就让这个想法就是 淡掉 大笑 对啊 小乱乱撞通常都是那种 一时的感觉嘛 你多去找男朋友的话 你多看他 你就会觉得说 应该要好好对他负责人 你就 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好像说我可以等你 我可能直接把他赖封锁的 真的喔 这么绝 这么绝 对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一场恋爱 你已经要投入很多时间 跟精力跟对方磨合了 那还要谈两场 不会太累吗 一旦甘心 如果已经稳定 他也非常适合你的话 你为什么要 因为一时的新鲜感去转换跑道 也是因为我很喜欢他啦 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 我觉得蛮适合培恩的一个产品 新闻 他们跟这个很多个MIT的面膜合作 然后他这一盒里面呢 总共就有多少张 20 主要是799 然后呢 他们不要往前 没有 价值一定是超过 呃大概2000多块 是 所以在之前 对 40块 所以就是这样子 他会教你 就是他里面有说 他的面膜啊 的一些就是 有什么功用啊 然后口味这样 然后这个呢 就是他里面有各种 不一样的面膜 总共有17个品牌 大部分都是 保水型 但也有一些像什么 修补面膜 美白而已 还有静白的那种 嗯 可是如果有个戴生服面膜 你们女生很介意 开始觉得还好 会觉得很加分 加分的 就是一个小情趣的 就我帮你贴 我发现女生超爱帮男人贴 对 那我们这个运费呢 是65块 65块 那这个活动是从 今天开始到 4月3号 如果今天你们的朋友 遇到这种状况 你们会怎么跟他讲 我可能会跟他说 你蛮追爱 不是 反正不是自己都可以勇敢追爱 我就说看你啊 你喜欢哪一个就是哪一个 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因为我是很名trip 反正我就是喜欢男朋友就对了 那如果他更喜欢另外一个 那我就说那你就去追另外一个 因为搞不好在一起 就比较幸福啊 现在是因为你跟你男朋友 还要很幸福 既然你跟你男朋友 就最近很常吵架 如果只是日常小吵 那就是今天吵完隔天就结束了 如果是吵到三关 感情金钱 价值观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就也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但目前是都很合 老实一点 对女朋友好一点啊 那个是她的选择啊 觉得不行也要支持啊 你跟你那一个 现任分手的话 你的理由会是说 算了是指说 就不分手了还是说 不会就还是分手 因为就算我们还是继续在一起 我们两个也不会开心 你会诚实跟他说 你现在可能就还没那么有感觉 会啊 还不错 你会跟他讲 或是我我一定会想另外一个理由 跟他讲 我们两个可能不适合 那我可以问一下 你跟前任怎么分手的吗 个性不合 还是因为你遇到心动的感觉 哇我说了 那我们懂啊 就会说有点淡调这样子 但不会跟他讲实话 说好像遇到另外一个 我应该不会直接讲 都好难开口欸 一定要拜一堆理由 然后就跟他说 不适合什么之类的 我爸妈可能不喜欢你啊 我应该就说 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没什么就是交集了 没有什么共同的相处的时间 跟感觉 没关系我每天都去找你 对 他就是很想要挽救状态感情 那会让我压力很大 不会让我想要就是继续跟他想 你会太想分手吗 如果很积极的话 就会有点想 那所以是直接说理由 会比较好对不对 对方就不会一直想说 我要积极 我觉得就做自己吧 就不要想很多 也没有说 脚踏两条船 对 这只是忠于自己的内心 要遇到那个心动的很难 好像会有点 好像不太对 他告诉自己好像不能这样 不行不行 但我也会这样比较啊 他一段感情 如果你还要去考虑外界因素 真的太累 今天一直担心 你男朋友会不会出关 对我这种大忙人来讲 我觉得没有必要 稳定最重要啦 都没有遇到 那时候让你有点小心动对象吗 当然有 那怎么办 就拒绝啊 不是啊 好可惜哦 我一定给他 一定要的好可惜 主要可能我男朋友就是我的菜 我真的好爱他哦 对啊 希望他一定要看这段街坊 丢给他 你可以给他看 对你直接把链接传给他 我们问完大家的想法了 对 男生女生真的很不一样 真的 对啊 女生大多数都是先会跟心动的对象 保持友好的关系 就是继续聊天没关系 但是不能越举 男生好像就保持距离 嗯嗯 很多人都是什么年轻嘛 要多看几个 对啊 欸我不是这样想 我是觉得勇敢追爱很重要 找自己喜欢的会更重要 对啊 还是不要乱来啦 真的 提倡大家不要乱来 但是就是 对 选中你的想法 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底下留言跟我说 还是你会选择哪一个 留言跟我们讲 我们都会回你哦 没错 在晚上六点半呢 也有闹大杂货店的直播 大家可以来看 不要忘了追踪网友的IG 还有YouTube频道哦 还有冬杯狗 最好冬杯狗 记得买 耶 还有大家要去追踪 娜娜的IG啊 抖音啊 还有 卖场 没错 好 好 那我们就 下课 脱乳干大事成功 耶 福大很有名的冰 我们要吃冰了 不知道吃什么口味 拜拜 拜拜